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奥尼杰2019年新款C950月被包的水分方法 首先我们将水袋放入第一个仓位 放入水袋后挂上卡扣 防止水袋下塌 水管有两侧出水口 从出水口撑出 第二层口袋可以放皮肤空衣等随身物品 登山帐有两种水袋方式 第一种横向装载 拉紧卡扣即可固定 第二种可竖向在两侧高载 拉紧抽紧绳即可固定 背包腰围调节扣可以根据不同体型进行自行调节 松田也有一个 我们把它调节到适合自己的松田度 背包的松田调节扣不仅可以进行抽紧调节 还可以上下位移调节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取出这边有九节位移 我们可以把它抽出来 调节到下一个工具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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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型 来进行调节 背包充填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口袋 这是一个配有拉链的手机舱 我们可以把手机放到这个里面 放进之后 放在拉上几个 然后这边是一个快据口袋 我们可以放能量胶和其他的小物品 方便存取 这样拿出来 放进去拿出来都很方便 这边有个手机舱 我们现在把手机放进去 然后这里有个铭银绳 我们把它扣住 这样就可以防止水波弹出 这边放的水波也是以同样的方式 这个仓位拉链打开有一个钥匙包扣 我们可以放钥匙一些小机的物品 这边的仓位有个拉链 我们也可以放钱卡等归通物品 这款背包有四个可以放在水管的地方 这边可以这边可以 首先我们把水管传到这边的送进程里面 抽紧S扣 固定好水管之后 以同样的方式穿到这边 然后呢 我们这个水管 水袋买来的时候 水管是一米长的 好友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 裁减掉一点 以调整到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即可 背包非常的贴身透气 跑起来也不放动 今天我们这款背包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